先来看盘面最强族群当然是半导体 而半导体领军就是NVIDIA 那么NVIDIA现在被称为可能是 全世界最会赚钱的半导体公司 那也因为这样可能是舒达招风了 现在开始有很多国家都要针对NVIDIA来监管 包括什么NVIDIA因为独霸 所以欧盟中国已经开始展开了垄断调查 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它太强大了 NVIDIA被爆在欧洲 在中国 在法国都被监管机构所资 而且办公室还遭到突袭搜索 这么严重 所以我们回来看NVIDIA现在已经强到 各国都要监管它 对啊 强到令人害怕 虽然昨天股价结束了连三黑 缓弹将近一趴 但是后面的麻烦接踵而来 现在至少已经收到了 华国欧盟 中国他们监管机构 要调查垄断市场的问题 那有没有垄断 我们来看这个数据 好 只讲这个AI的资料中心 伺务器的GPU 市占率全球 各位看95% 换句话说 超微英特朗加起来就只有5% 对 只有那个个位数 好 那我现在把游戏的GPU 再把它加进来 整个的话 市场的沾流力仍然将近80% 这当然是垄断 对啊 这看起来 好像真的是垄断 所以你看华国 因为挥打自己的文件 11月21号就最近 它的文件已经承认 他接到华国竞争管理局的 一个调查 要求这个挥打提供资料 注意提供什么 提供云端服务 就是那个AI伺务器 还有显卡 就是那个游戏的GPU 把这个资讯给他 甚至华国当局在9月 突袭了 也没有通知力 突然就搜索了当地 挥打的办公室 而且听说 在搜索的过程 那个态度好像不是很友善 所以现在挥打就很紧张 现在连谁紧张 这个戴亚电脑 美国最大的电脑 敢出货了吗 怕被扫到台风尾 所以戴亚现在包括 也不是只有这个挥打 还有超尾 大概有将近20项的产品 要卖中国的 最近都不要卖 包括挥打那个最有名的 RTS那个显卡 4090都不要卖 所以戴亚电脑就是说 我万一卖了 万一被这个中国的建议机构调查的话 说不定也顺便调查我 戴亚电脑 这件事呢 说起来也没什么道理 你说垄断要不要查要查 问题是 如果你是用低价垄断 你是透过补贴垄断 或违法垄断当然要查 但是你也知道 AVIDIA东西 买得贵松松 贵得惊死了 那我因为太厉害了 我的技术层次太高了 我还卖得贵松松 因为这样的垄断 竟然也被调查 这样也没道理 这个这个就是 也许谁叫我的对手那么弱 我怎么办法 这一定都是有人去投诉 因为他太厉害了 不留一点 这个 知道问题是我的对手就那么做 我也不是说 我今天卖得很便宜 打折打折 打到骨折 那你说我这个违法 或者是垄断 或者是低价 请销也没有 或者我靠政府补贴 也没有 但是回到问题本身 为什么AVIDIA这么强大 其实关键还是在IC设计 对 这个现在最大的 我们指的就营收的规模 最大的半导体 大家跌破眼镜 其实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 已经议演了 2023年就今年 全球半导体 最大规模的将是 这个挥打 最主要是AI强劲的需求 我们看第三季 这个营收 挥打一季是181亿美元 台积电172 第三名的英特亚 141 三星以前是最大 现在已经被挤到第四 125亿美金 那观众看一下 下面有一个英文字叫 Fabless Fabless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这家半导体 我是没有经验厂的 我们讲说 为什么你用这个十二寸厂 八寸厂 没有 我都没有 没有任何一座经验厂 然后观众再看一下 排在二的台积电 英特亚三星 都有经验厂 经验厂我要投资很多 那个金额是很庞大的 那照道理 经验厂的半导体 营收要比较多 但是现在居然被 无经验厂的半导体 挥打 最过变成了第一名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改变 我们再看下面 所谓无经验厂 我用通俗的话 大家都一听就IC设计 晶片的设计就是IC设计 设计来以后给金颜代工去投片 生产出来 那以IC设计的话 这个表大概有2017到2020 这个全球的排名 你可以发现挥打大概画红线 大概都排第三第三第三 但是第一第二不是高通就是博通 他们也是这个长期就是一二名 但是到了今年就是因为AI 所以挥打就本来是第三的 一口气就挑到IC设计的第一名 那现在不是IC设计 是全球包括有经验厂都把它算进来的半导体 最赚钱的公司了 半导体最赚钱的公司 但是关键是在IC设计 刚刚特别谈到 他其实是没有经元厂的 所以谈到IC设计 在今天盘面上IC设计也很强 今天乐乎乎 不过我们先讲莲花科 你有没有想过 挥打现在要机全球半导体的霸主 其实无心中 他把IC设计像台湾的莲花科 这个地位就拉高 所以你看今天盘面 哇这个司机党的掌停板 都是小型的IC设计 不过我们讲像花科 现在如何受到重视 11月27号在英国举办一个全球投资者 这个一个高峰会在伦敦 那就是说各地的厂商 到英国要去投资 他承诺投资295亿的英镑 但是莲花科是投1000万英镑 台币在4亿 老实讲这个金额不是很大 但居然被英国的首相官邸 特别点名 点名我们的莲花科 要投资英国1000万的英镑 新创的这个公司 为什么 花科现在地位不一样 虽然你投的钱不是很多 但是你的分量很重 因为你要做的是 领尖全球的顶尖产业 要做AI 那这里面他投资一个 这个Bullet 这个group 就英国Bullet 新创的公司 这家公司做智慧型手机 但是他要PK华为 Mate60 我们都知道华为Mate60 可以卫星双向的通话 对不对 但是这个是华为 华为老实讲可能受到一些限制 也许没有办法把这个产品推向全球 所以莲花科觉得有机会 所以跟这个Bullet 这家公司 他去投资 合作 将来莲花科也会有双向卫星的通话的一个技术 好 问题是台湾的IC设计强强棍 为什么对岸的IC设计公司这么惨 要么就是倒闭 要么就是就地解散 我告诉你 因为美国这一波高科技的技术 你用到我的技术 用到我的软体 我也不给你先进的这个晶片 制程也不给你 这样一封杀了以后 最上游的IC设计 中国IC设计跌倒了 但是对我们台湾的IC设计 可能就吃饱 为什么 台湾中大规模的IC设计 其中有将近一半的营收 就50% 是来自于中国市场 所以中国的IC设计下去了以后 我们当然受贿 我们给几个例子 就在这半年 非常多 而且我讲的都非常有分量的 5月12号OPPO OPPO的旗下的折库 这个IC设计就收摊了 收摊了 一夜之间三千名的员工摩托楼 这里面连总经理都从台湾挖的 员工工程师不用讲 好 8月8号的时候 这个吉利汽车 你看这么大的集团 他旗下的星际魅族 断尾求生 他这个星际魅族 最主要是智慧型手机 新能源的这个晶片 那也收了 那最新的 就在这里 几天 11月21号早上 这个模型半导体 模型半导体 就是TCL集团 TCL集团那个面板 电视那个集团 很大 它下面有一个 这个模型半导体 其实在2021年才成立 很年轻的公司 当时开出一个优惠的条件 从台湾到南韩 把最厉害的工程师都挖走 年薪都是百万人民币起跳的 现在11月21号的早上 老板说员工集合 当众宣布就地解散 就地解散 那就影响多少 所以对岸的IT设计公司很惨 但是也许就像蔡总所说的 他们跌倒 我们就有机会吃饱 但我们说到监管这件事 除了AVIDIA被调查垄断 其实整个AI市场 现在弥漫着各国 都要监管AI安全的问题 对AI就是这样 大家都知道 你是长期的发展 但是又你发展这样 我又怕 所以11月26号 期待又怕受伤害 对 美国在内的18个国家 就签署了这个 AI发展的一个安全的协定 那最近连我自己都骗 我看抖音 AI机器人走到街上 那个影片出来 我们给观众朋友看这个影片 这个影片你可以看到 这些机器人走在路上 是不是真的微妙微笑 对啊 这个大家都以为是AI机器人出来 你看很多路人都拿手机在排第一眼 我也觉得说还真的AI机器人就这样出来 后来搞懂了 不是啦 这是一部啊 现在的电影宣传的影片了 那个是真人去演那个机器人 真人演机器人 搞得像真人一样 但是现在这个世界就变成AI 变成好像是真人 真人也来演机器人 搞不清楚 真假难辨 所以当然需要安全监管 但我们回到个股 好 那我们这样不要浪货时间 我们讲来营端AI 伪装广场那个没有涨 我们不要浪费了 那IC设计是一个重点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在下一个六宫格 那当然今天的莲花科是不错 是涨了 但是今天其实早盘 很早就涨停锁住了 都是比较投机的 为什么 AI这一波上来以后 不是每一个人都第一时间进场 对不对 像我们节目就750 就讲莲花科 现在已经快950了 所以很多人慢一点进来的时候 他又要一夜置户 他就找一些比较投机 比较小的 你看嘛 像这种安国迅捷都很早 迅捷 那蔡总现在如果空手的怎么办 对 我觉得股票IC设计会一个轮动 像昨天就是联勇锐益 那个一线的在创新高 今天就比较不涨 今天是投机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其实你投机的IC设计上来 不要追 你可以注意 开始注意记忆体 我先给各位看 记忆体 美光 我们来看美光 美光的股价 我们直接看他的K线 美光的股价再高档 NVIDIA 我们一直讲的NVIDIA 你也看 灰打的股价 NVIDIA 灰打的这个股价 所以你可以发现 美光居然还比NVIDIA更强 为什么 你知道 未来 我们说边缘的AI手机 要用非常多记忆体 那个记忆体 听说说 以后的手机都是32G起跳 现在又16 未来32G起跳 所以记忆体 那记忆体 我们看 这一波 其实他很早就涨 所以最近这1000点 他缓然不动 南亚科 勤联 我就看一桿 3260的 微刚 因为成交最大 你可以发现 微刚很早就一路涨 但是在最近这一段 这么两个礼拜 他缓然是整理 这两个礼拜 就是涨1000点的时候 他就缓然没有整理 但打到记忆线以后 今天开始转强 所以这些记忆体的话 我觉得不必再追投机型的 IC设计 记忆体的话 整理比较久 应该也会动了